10月15日熊戴玲抵台为某摄影展站台 以其绷衣舞的演绎实实让人有些小失望 日前熊戴玲和演员陈浩拍摄广告大玩暧昧 现场火花四箭传出绯闻 不过熊戴玲立马否认但似乎并不排斥发展可能 如果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然后在工作的时候表现就是比较默契一点 他们就会往那方面想 而且可能我现在单身 他们也很希望我可以赶快找到男朋友吧 所以其实只是只是大家比较好的住院而已 而不是真的 刚刚过完33岁生日熊戴玲想摆脱单身 圣女身份的心情也是非常迫切 不过似乎还没有好消息 会有发展的工作吗 通常我们工作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啦 就会觉得就是当下的工作 好好的完成它就好了 大概是受够了做承扫时 聚少离多的恋爱时光 熊戴玲表示希望找一个 又稳定工作时间的男友 看来这要是找圈外人的节奏啊 其实都有在留意啦 不过真的有时候 会觉得越急是越找不到真正的那一个 所以还是在想慢慢来吧 已经过了那一个 已经过那个时期了 所以现在可以慢慢静下心来 慢慢好好看一看 找一找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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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